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友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小组赛 但是是一场焦点之战 两个实力强劲的队伍 一个是许新领衔的上海队 一个是许瑞峰和朱霖峰领衔的四川队 刚刚在2017年获得全国全英会的团体冠军 这是双方第四场的较量 一个退役国家队的和刚入选国家队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 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在十 应该是在 十三岁 十三岁 对 因为尚坤是90年的 邝律是03年的 到底是全打少壮 年轻人厉害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比赛 两个人精彩的 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是尚坤要有点优势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进国家队的时间还太短 两年以后就很难说了 也是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说这次哈 我们那个女队这边啊 这个同一批的都是去年一批刚进的国家队 刚刚就打掉了这个丁宁 所以这个今天也是 这次的全景赛也是冷门不断 你看我们年轻小将的这个力量和速度 能不能冲突说 我们这老牌 老牌国家队的运动员的这个经验的丰富 他这个值得很大这么厉害 直接从直本恒打发起进攻 对 而且包括我们还记得他这个发球 喜欢 你反手发 改了 换人就改了 发球方法 我原来他这个球是想这么打的 反手露一把之后瑟琴再拿正手攻 他关键他这个 纸板横打 他心里面有数啊 拧出来这个球质量很高 是的 现在你看了嘛 上坤的套路就是 直到你纸板横打 厉害 不给你的机会 对 我就直接发你正手短的 让你用正手去摆 你摆我上手进攻 那我直接你正手位 我也用白手接了 后生可畏啊 是的 而且现在这个 邝铃身上 其实也是有许新的这个风范啊 你会觉得他这个 正手反手 这个转换上是 完全流畅 非常流畅的一个转换 没有 没有任何衔接的痕迹 没有 直接就换了 就这样 帅铃 哇 帅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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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意思 这么凶悍吗 是的 所以这一届我们现在涌现出来 年轻运动员 不可小视 帅铃 哇 哇 哇 这连续两个 大球抢弓啊 神级的表演 是的 把纸板横打用到这种水平 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 对我也相信啊 所以所有是看了这个 新包括邝铃的这个直拍的打法之后 我相信可能这个同一批也会涌现大批的这个直拍 好的 抓住 他在跟上坑的对达中 他不下风 是的 他力量很大 对 所以我们 你看 你像邝铃新战说 我们直拍打 横拍 你就发现 哎呦 没有这个 打法上的劣势 没有 我刚才还说 四团队是在 朱铃铃和许瑞峰的带领下夺冠的 看来 人家这个年轻小伙子 也是立了大功的 有这功夫 或者说能选过来和 许凌峰 许瑞峰 朱铃铃和许瑞峰一起来做搭档的话 他这个实力也是 也是靠实力晋级的嘛 纸板运动员面对 国家队退役的尚昆 实力非常强劲的尚昆 他竟然是 他一直在领先 对 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来谁 谁说我们 直拍打 横拍不好打 谁说直拍 就是说 会觉得说 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吧 专业队里边说 我们就很少见了 是不是 没有发展前途 对 你今天看了之后 你扭转的那个局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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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昆这种 上昆是07年就进到了这个国家队 所以他这个各种大战的这个历练下 也是不可小视的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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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颠峰级的对准 正手的力量很大 是的 直板横打运用的很娴熟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对 对 打起来 加油 现在2018年 刚刚十五周线 但是他现在呈现的这种力量和爆发力 绝对不会看起来说像是一个孩子的这种打法 所以你说再给他一个两年到三年的一个历练 真是不得了 漂亮 出嘞 哦 坐 大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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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就是用翅膀横打得分 你敢发到中间的位置 偏正式的位置 我都拧你 你发哪我都这么拧 怪不得 是的 它的基战术的设计 他对他自己这个直板横打 他太自信了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哇 你来啊 是的 就是这么凶害 所以我们小将邝利 率先拿下来第一局的比赛 而且我们现在大比分 我们现在四川队是 2比1领先上海队 如果说邝利能够 再拿两分的话 再拿下两局的话 那我们四川队 也就3比1直接获胜了 不过我想呢 我们这个 尚坤也不是这么容易 就是说能被你直接打败的 这个也不好说 或者哪怕你3比0打败他 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如果是教练的话 现在首先 尚坤的发球 不能再发这种中路球 或者是左手的球 对 左路的球 要发他正手 让他去板 然后跟他斗短 他这个 纸板横打的这个侧动 侧动点啊 他的成功率非常高 而且他拧完以后 他就改换成 正手的大力的这个抽杀 而且他 这个小孩 虽说年龄小 但是他身高必长 身体很强壮 正手拉出来的球 非常的难防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首先这个孩子 这个上手 然后他发球的时候 你要主动的上手 对 对 这夫子还真是说对了 你一摆他就拧你 他就是他这个拧 太厉害了 对 你只要抢不到他前头 这个你准挨打 是的 看尚坤这一局的调整 对 对 就是抢身上手 对 这个小孩呢 打球是 出台他一般用正手 不出台他用这个拧拉 是的 他这个太有特点了 对 运气是什么 他运气也来了 看到没有 他就在套路 但如果说我自身强大了 你一定的地步 我就让你知道我是这么打 但是你还是打不够我 那就没办法了 你出台我就正手 全台正手冲 你短的我就 他就是这个打法 对 所以说将来这个孩子在练两年球 国家队前途不可限练 是的 嗯 他还有下一版的连续啊 你克制了我第一版 你不让我暴冲呢 我还有第二版 政府这版多狠 对 上台也是没得接 直接得分的 所以我会想啊 尚昆他不愿意发球 发到就是再撤一点 撤到正手 也是为了防止 旷利的就正手的暴冲 所以现在也是很尴尬 你怎么发人家都有接 还有一个办法 我觉得啊 他既然是这样 根据这个 他的站位 偷他反手 这道也是 偷他反手 你就 看一下这个 发一下旋 哇 漂亮 哇 还是被他给拧起来了 对 他抢先拧起来以后 纸板横打拧起来的这个球 有点带侧圈 对 你去对这个点的时候 有一定的难度 不好对 嗯 漂亮 漂亮 啊 这个直线真是太漂亮了 因为你侧身确实 郑雪瑞就是留了一个空位出来 这小孩强得很凶 是的 但是现在上亏也是一个绝地反击啊 但是现在上亏也是一个绝地反击啊 你的技术这么全面 我还是能找到突破空 哎 发球师 3米6 这是过于追求质量啊 好看的 7米3 你看我们上坑的每个回球都贴着网 直接插着网就过去了 直接飞过去 也是为了防止这个碰力在正手 和包括他反手反打的这两面的暴冲 5米3 进攻的时候绝对要从他反手突破 因为这个直板红打在防守这个方面啊 他还是要差 对 正时候他可以退台反拉 对对对 反手 他必须找准那个点他才能上台 嗯 哇 就是在宁玉呢 你发这球 他就这么厉害 是的 你想着他不会这么厉害吧 他就有这么厉害 很准 拧得很准 所以你看说像 邝丽的反手 这么惊艳的一个表现 你说让尚坑现在去偷一个 反手的长球 也是很冒险 这个直板红打 谁教的 这孩子 这直板红打这么厉害 哇 漂亮 发完球了就想测试拉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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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匡立啊 在以自己的直板红打的精湛的技术 向王浩许心致敬 是的 哦 想说我们上坑也是 我们国家的这个中方球队的直板红打 后继有人呢 是的 哇 漂亮 一比四 上坑还是经验老道啊 对 很快就找到 呃 这个办法 怎么让你发挥不出来 是 而且吧 上坑也真的是 就是 作战经验丰富 你说 他也不是有一套很成套的东西 说我就知道你这个 矿力 哪个地方打不好 也不是 我就是 找准每一个球的这样的一个 让你最尴尬的一个落点 或者是 哎 包括你发球你想测试抗 我就给你一个直线 我这么拼凑起来 我就搬回一局 因为上坑对直板红打呀 呃 他还是非常熟悉 是 他的两个队友都是这种打法 对 下面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 双方如何做出调整 这就是斗智斗勇啊 是 因为你会觉得现在尚坑也没什么 特别好的办法吧 他真的就是 我东拼一个球 哎 我这边我再偷一个球 我打几个空位 我这样慢慢拼凑起来 我拿了11分 你看这个小孩 全发力啊 对 他就是全发力 很柔和 你发短呢 他 他 他摆得这个短球多好 他 他 你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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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狂粒开始得分了 狂粒 狂粒 加油 是的 冰冰正手发 发到中路和反手绝对不行 往这边一领就过去了 对 三秒 突然的偷了一个反手 就刚才我说的 你要么就往他反手 是的 来个集场 这样偷一下子 这个时候还是看出 尚昆的这个经验老道 绝对呀 这都是在球场里面 倾引多少年的 尚昆这个级别也是很高的呀 对 乒乓球上面也很有成就的 他只不过是中国群星灿烂 没有办法呀 这个在这个国度 但是尚昆在球友当中的知名队友 是非常高的 对 对 漂亮 他拉的很段 对 这孩子还打球气定神弦 在球场上不慌不忙 有这个大腕那个份儿啊 有称为大腕的这种潜质 对 一会儿我再抓紧跟他合个影 将来出名了这个照片之前 哦 漂亮 但是要合影 我发现这个场子里的话 需要合影的人太多了 是的 全是大腕明星啊 对 而且 这次全景赛的这个新生代的 这亮眼的明星也是出了不少的 那肯定啊 这都已经进了国家队了 是 这种年龄进国家队说实在话 凤毛铃银 对 漂亮 哇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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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正常像这个 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是刚上高中 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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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高中 差不多 可以 高中也就是刚上高中 对 刚上高中 途中低业 嗯 但是他在乒乓球的这个造诣上 已经 这么的 这么的精湛 嗯 已经是博士水准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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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赛 上坤还是经验丰富了 你就是一个技术这么全面 完全没有死角 我还能在这里找到这个可以喘息的这个缝起 你看 你给他这种机会你就背着 首先上坤虽然领先 但是丝毫不敢放这 漂亮 11比5第三局上坤胜 这是稳稳的一个进攻 稍后是第四局的比赛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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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比賽 方力發球 0比0 比賽繼續 我們第一次看見礦麗的反手發球 直接得分 這只能說不是礦麗發球的技術不好 是對方接得很好 就是這種球 突然給你發到大角裡頭一個長的 他想接這種擰這個短的 他要站著靠前 在退不及 我突然頂你一個長的 把你逼下去 然後再發斷 你就沒有接球 就沒有那麼從容 正所短的 漂亮 就是這種戰術 讓你站不住 就這種思路 所以 副總您看 我們兩個人是坐在場外啊 我們還會覺得 我們蠻淡定的可以去談那種戰術 然後上科是在場上 提醒戰術 還這麼緊張 對 對 他的他的碰碰力也是 作戰經驗真的是太豐富了 那為什麼人家是國家隊隊員啊 他就是有這種能力 他才進來國家隊 他有這種天賦 可能是就是我們感覺這個球速非常快 可能在他眼中沒有那麼快 對 他很從容地就把這個球給回過去 他不是每一次都是瞎懵的 對 我們在場外都看著這個球速 拿慢鏡頭一放都是快的 他就這樣他還能去反拉 去防 剛才特別是跟那個朱林峰打的那場球打得太好了 所以您說現在其他國家想要 在乒乓球的這個獎牌上有所突破 這個真的是太困難了 那是很難 中國這個訓練體系 這次在投就沒那麼零了 知道你有這種戰術 被小孩就往後退了一下子 把這個球給擰起來 你看他這反手多好 直邊橫打多好 用的真好 好 好 3比5 好 我跟你講 這個球還是暴露了這種直拍打法的這個缺點 就是我反拍轉正手還是有個轉換的速度 嗯 那肯定啊 因為尚昆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雖然你轉換不開 對手更快 漂亮 3比6 哇 你擰我反拉 就像馬龍對付 梵震東那一招 你擰我全台 我全台反拉 對 嗯 邝莉叫了一個展坪 對 再不展坪沒有機會了 是的 謝謝發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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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台上有几个四川的球迷在为他加入 今天四川的球迷还没有喊雄起 雄起是四川的代名词 所以这个可能是球员个人的球迷 漂亮 七比四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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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坑水再次拉開了比分的優勢 現在8比4領先 匡麗很難打了 尚坤已經把他的套路摸得差不多了 對 而且現在又加上那個比分的優勢的話 尚坤這次是立了大功啊 一人獨拿兩次 加油 加油 正手的功夫還是略微差點 像剛才這種挑打 今天這種球失誤了很多 力量是很大 但是 準確度不夠啊 漂亮 比比5 因為當你技術上可能說沒有那麼精湛吧 也不能說是缺陷 只是說沒有他反受 這麼精湛 你就會被對方無限的放大你的缺點 漂亮 對 你覺得他這個反打都沒有固定動作 就那樣一揮這球就回來了 嗯 就是 這個對橫打的這個理解好嘛 對 各種動作他都能上台子 對 哦 7比6 這樣呢 兩支隊伍要進行第五場的比賽 對 趙子豪 對 朱林峰 好 我們稍事休息一下 期待他們的比賽 我來一句啊 你來吧 我來一句啊 我來一句啊 你來不是 你來 你去嗎 你來 你去 谢谢大家